燕敏 祝少女 對 這個我們最好奇 所以這個要壓軸 這個不是哪一家店 不是糖果爸爸的故事好不好 自容風對不對 不是 其實這個算是 也算是一個姻緣巧合 因為那天我去桃園拍戲 我們拍到凌晨一兩點 回家的路上我真的太困了 然後我就從土城加油道那邊 就先下 先去買杯咖啡提神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旁邊有 一男一女 男生把車停在旁邊 然後就在拉扯 那我想說可能是情侶吵架 可是越聽越不對勁 就覺得女生感覺 沒有跟男生很熟 而且我在比較遠的地方 都可以聞到男生酒氣 代表是酒駕了 那我就覺得有問題 然後我就過去問一下說 請問一下你們是 不然什麼事 要不要幫你們報警或什麼 男生也是用就很粗粗 你不要給他灌啊 什麼 我比我... 我比你... 你酒是什麼 然後那女生就說 我跟他很熟 就一直在打暗號 我就說你沒有跟這女生很熟 後來才知道 是他們參加一個朋友的聚會 然後男生要載女生回家 可是也是在交流道就先下 要把他載去不知道什麼地方 然後女生就很害怕 然後想說去Stanford買個東西 有時候趕快下車要逃 又被抓回來 當下我就說好 那... 那我幫你報警什麼什麼 然後那男生就開始有點嚇了 然後他聽到要報警 報警他就怕了 他就怕了 然後後來就說 好...那就息事你了 就...就算了 然後後來我們才... 我還在那邊陪那個女生就說 好 那我們幫你叫Uber 或是請你的家人來接 真的是好人做到底 對 他如果走的話 那個男生搞不好又回來啊 又讓他回來啊 有一點安全讓他知道 所以你沒聽人家講嗎 救人要救測啊 你這個動作是對的 對 謝謝 不錯 防止禁百人確診 那你一定是在衛福部上班了啊 不是 我覺得我這個... 我做了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救了我們家那邊的李明 我是本身愛吃自助餐的人 防疫期間高峰 然後大早要戴口罩 然後我去買自助餐的時候 就有一區就是都沒有什麼人站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女生站在那邊 我看了她我才發現到 她是沒有戴口罩 然後同時抱著一隻小狗在夾菜 然後我當時我是沒有要跟她 什麼爭論什麼的 我只是過去跟她說 我想到可能看到我沒有口罩 我就說你不要把口罩戴上 我多的一個給你這樣 她就說她不戴口罩 然後我就覺得說你這樣子的話 萬一你如果是確診者 這樣子大家在家傳回去怎麼辦 我就直接說 我就說這裡沒有戴口罩 然後就讓大家看到她這樣子 然後就跟著大家說 對啊 她怎麼沒有戴口罩啊 就是這樣子一人四眼多角這樣 然後最後老闆娘就說 那個口罩戴喔 我說她就是不戴啊 我說她不戴啊 怎麼可以這樣 我說現在防疫期間高峰耶 然後最後老闆娘就說 那你如果沒有要帶她 請出去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把她 然後我就算是跟老闆娘 結下了一個良緣 就是我之後去買的話 都會多送我譬如說排骨 或是烤鰻魚這樣 說得很好 好鰻魚 我就有點像是那裡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 風紀鼓掌 那這個剛好我可以衍生下一題 你們準備好牌子 如果看到別人違規 你會忍不住想檢舉 請問這樣正常嗎 正常嗎 來 我們舉正常不正常的牌 請舉牌 好 大多數都覺得正常 我會覺得 帳戶籍籍也OK 但是不要矯枉過正 變正義魔人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台北 是真的很難停車 有時候真的路邊 稍微停一下買個東西 馬上就走 沒有到一定要 就是馬上拍... 因為我覺得大家一定 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用矯枉過正 對 我早上出門看到一個新聞 更好 正好跟我們主題一樣 就跳出來 說台南有一個大媽 又出動了 那個是 它標題寫 新聞有上新聞 整個台南 都要有票會什麼 你是說整個台南呼聲 那台南呼聲 要全程警戒 好方神聖 真厲害 對 我自己本身也會 但是我會 那譬如說我住在社區 如果說社區有發生 譬如說有 時間長達 也許很久 也許三四分鐘 五六 其實三十分鐘很久了 那怕 也不曉得 到底是會怎麼樣 會有發生什麼樣 不好的事情 對 我特別是我老婆 我老婆都會直接先報警 對 他看到路邊有 只要有車禍 先報警 先讓警察來 我們不會進去 回歸停紅線 你會檢舉嗎 我不會 其實這個 因為你自己也停在紅線 但是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個狀況 就是我爸爸被拍 因為他超過了那個線 因為超線就是不對 那我爸就回去說 就會罵三字經 那無聊 人質出信本善 人質出信本善 對不對 我就說爸 其實你不對 我爸說對 我們是理會 但是他說 也不關你的事情 真的就是要拍 要抓 也是警察來抓我 也輪不到你來 你來指證我 但是就是你本來就理虧了 實際上你沒有的含口 我說我們家附近 就是有一間公廟 然後就是其實 平常都會打招呼 就是都滿好的 可是不久前 不是就是疫情的關係 就是不能一戶 不是不能什麼三個人 四個人 可是那間廟造就了 在辦那個事情這樣 然後就很多信徒 就是都沒有戴口罩 真的是二十幾個 然後在裡面 就是問事情這樣 然後我就回家之後 就打電話給那個警察 所以就是 這邊有人就是在違法群聚 我是覺得說我這樣做沒有錯 因為就是 畢竟你這樣子的話 你沒有觸怒聲明 因為你做這件事情的話 大家這個疫情 不就是要在家裡 你還去找聲明問事情 我覺得你這樣 反而是出事吧 那一波出 而且還一直看那個 一波出 用那個公廟知道是誰幹的 那個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出事 他還是翻證了 他公訊是出在那一集的 OK 好 滴妮呢 我的手機裡面是有 我們那附近派出所的 副所長的電話 我已經抱安抱到這樣子 因為我家剛好就是在四樓 副所長的電話 對 就是 抱到他自己打電話 謝謝我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家剛好在 公園的正對面 公園下面很多事情 我都看得到 像有一次我是看到就是 因為那時候很熱的天氣 他會看到有一個人躺在 那個椅子上很久了 因為我就在家裡面 我想會不會再睡覺 好 我先不要管 然後我今天就進去房間 搞了搞了 一個小時出來 還躺在那邊 而且太陽非常非常大 我就覺得不太妙 我就打電話報警 然後救了車就來了 所以我只要聽到有聲音 有吵架的聲音 或是有異常的聲音 然後我都會馬上報警 這樣有一次 我覺得那個警察處理不好 因為我當時也是發生一些事情 在公園裡面 我就報警 然後因為我們 不要讓人家知道是我們報警 因為我們人還在那邊 所以我們報警之後 我跟另外一個媽媽就在旁邊等 因為那個人把我們的 把一個小朋友的腳踏車 整個搬走 那警察來 我就跟他講很清楚 他在哪個方向 然後他穿什麼樣子的衣服 然後他體型大概這樣多高 大概怎麼樣 就他警察來 兩個警察在那邊晃 你本來還在那邊演戲 裝路人 對啊 B... 警察打掉了 他就跟你講 不要 這... 你不是有被發現了嗎 沒有 他看不見 警察當然打給你報案的人 可是我到現場 沒有看到你說的情況 我不打給你 我打給你 那警察可以就打了 有這麼恐怖的 然後壞人看著你都在演啊 他演得很像嘛 假路人 好了啦 終於不是在這邊啦 他就當著他的面打電話給我 然後那個人就看著警察一下 又看著我一眼 然後我家就在對面 對 那我也會開始有擔心的 那警察就好這樣 確定是他就是過去 跟他講一講怎麼樣 然後那個人就到旁邊去 也沒有列在旁邊去 然後我們就把腳踏車拿回來 好 現在換我麻煩了 我要回家路上就會經過他 就在對面 對 那我要去哪裡 反方向走啊 看你的仇人是誰 就去他家 對 好 可是還好 那是我先生也還在家 我就打電話 叫我先生下來接我 可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不對 不應該這樣子處理的 我就打電話去檢舉 我去講這件事情 我就說他們不應該 這樣子處理 因為你們要搞遇到 我們的狀態 報案人的狀態 那個派出所副床 他打電話 親自打電話跟我道歉 對 他說以後下次 他會跟他們的警員 在這個事情會 跟他交代清楚一點 因為我們公園大部分都是 老弱父母在那邊 對 對 要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是 這個如果是驚悚電影 一定會拍成歹徒離開的時候 然後看著你歹徒 那種詭異的笑容 然後特寫對不對 對 對 之後就是 還有你的小孩 之後就是 對 只要去拍十集 我看到他 我就矽精上身 到底選哪個才是正常人 看到別人違規 忍不住想檢舉 正常還是不正常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與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 是怎麼說的 那關於這一題 我選擇的一定是正常 像之前我跟我老公 在連假的時候出遊 那你可以想像 在那個國道上面 連假有多塞嗎 那有一些人可能 個性比較急 他不想要等 他就會在那種 不適當的安全距離超車 在那個國道上面 這樣子穿來穿去 結果果不其然 我們再往前開一段 就發現已經車禍了 所以有時候 不是我們愛檢舉 而是 你可不可以遵守交通規則 你自己違規車禍就算了 你活該 那別人倒楣要算誰的 我覺得是正常 之前很常走路去學校上學 到地板上一堆垃圾 不管是菸蒂啊 台灣的檳榔渣啊 檳榔汁啊 還是亂丟什麼飲料罐 看一看每天早上去學校 都覺得很煩躁 為什麼到底要亂丟垃圾 所以如果看到亂丟垃圾 違規的影響到我 好 果然大多數人覺得 檢舉是正常的 所以選擇不正常的人 真的太不正常了 你好像神仙喔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再次選擇 有些影片 是啊 我們可以是跟你們聊天 大概可以看著 我真的可以來看 我呢 好像 有些人